提起娱乐工具,大家首先会想到扑克牌 以扑克牌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比理解释 比如我们熟知的《赌神》系列电影 在电影中,扑克牌不仅是剧中人物博弈时用到的道具 也是战斗时的武器 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位名叫王云峰的飞牌达人 他练习飞牌技艺已有五年 几宝皮酒罐,击破西瓜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 目前,王云峰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三千余个作品《西粉无数》 6月17日,记载在山东省东影市广饶县王云峰的家中看到 他就用普通的扑克牌聚精会神的练习着切丝瓜 几十秒的时间就将一排12个丝瓜切断 王云峰告诉记者,喜爱上飞牌技艺是受赌神积累电影的启发 以前吧,看见一个周润发 就是发哥演的那个赌神 那上面是飞花摘叶 砍瓜切菜 那都是些特效 我感觉看了以后非常的奇妙 我就在家里买了一副扑克牌 然后在家里就自己琢磨那个拿牌的姿势 就是从那以后认识了这个飞牌 在现实时光中还真正能切菜砍瓜 王云峰回忆起刚开始练习飞牌技艺的时候 扑克牌连半米都飞不出去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 他成为了飞牌高手 在练习期间,王云峰一用换上千副扑克牌 王云峰说,在众多练习道具中 排击难度最高的是一拉罐 飞牌的时候对我买的各种道具用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一拉罐打的时候要用全式的爆发力集中在手上快速的摔出去 一拉罐这个力度很难,很难打 王云峰的本职工作是电工 本就收入不高的他每个月都会拿出几百块钱来买近二十种道具 由于每月高的花费 妻子奖心最初是指反对态度 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支持 平常的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每天他要拿出那个 每个月就要拿出五六百块钱来 来买这些所谓的道具什么的 特别的浪费 平常那个说他他不听 他已经就是特别感兴趣 特别那个爱好这个 每天他就是这么辛苦的下班 还要这么累 还要去练习 我那个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 也就被感化了 也就支持他了 对于现阶段的飞牌记忆 王云峰仍不满意 他说自己要再苦练四年 四年后将向飞牌方面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发起挑战 我们下期再见